哈喽各位天鹅不知开箱的好朋友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们玩这么多游戏 你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类似的影片已经拍过了 有右边的那一部分就是在语言科上面可以用的游戏 因为有很多朋友或老师问我 你上课的时候会用哪些游戏 所以呢我今天想再拍一个特别介绍简单的国小数学课 可以用的游戏有一些可能甚至幼稚圆大班 可以使用的数字集转弯 就是简单的加法 五加二等于说七 很多人同时玩那谁手上有什么七 那就可以接这个牌 然后会一直换那个任务 现在是七前二等于就是五 任何一个有五的爱里 有可能手上有五那可能黑天的白天的手上有五 看谁比较快就接这个游戏细节 我们另外有拍每一个游戏的教学影片 所以我今天不会把这个游戏的流程介绍 只是会介绍一个大概数学课可以玩哪些游戏 那因为数学也包含一些逻辑或推理 这边也有一些最完美的数学大概是做生意吧 所以这边有两个有一点有这个做生意的感觉的数学游戏 再来数学自转弯 跟它有关系 但是它就是乘法 五乘三等于说十五 那只要你在手上有 可以组成十五这个数字的牌就可以接 十五就是一跟五 对不对 只要你手上有一个一或一个五 这样子就可以接这个牌 一 然后再来是九乘四 三十六 那你手上有三或六的牌 或更完美三跟六都有 就可以接就是这样 好消息 这两个游戏也可以混合玩加法跟乘法 一起玩更混乱 更刺激 完全不混乱的这个游戏 谁是牛头王 它有1到104的数字牌 其实跟加法、乘法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跟一些数字概念有关系 一些几率的可能性有关系 我们都会同时出牌 覆盖出牌 所以我们会不知道谁出什么牌 然后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都不确定 这个游戏的刺激就在于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 那假如你倒霉 你放某一个牌的最后一张牌 你就必须把整牌收起来 那每一个牛头就是扣分 你刚刚出了牌 不用扣分 它会是下一个牌的第一张牌 再来单纯的数学 还有听力的游戏 我们要听出来这些小昆虫有几只 然后在哪里 在哪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们的家 然后从家开始 就是蝸牛好了 跟餐饮 蜘蛛跟老鼠 这四张就好了就够复杂 我们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要抽一张牌 然后不给别人看 哇 我刚好是这个 那我不告诉你们 你们也可以猜 我会先拍桌子 拍几次 就是第几个位置 比如说一二三四 我拍一次 就是蝸牛拍两次 就是餐饮等等 再来我会拍手 几次 那就是几只这个的昆虫 那现在尝试看看 我这样子 是什么答案呢 没错 五只餐饮 那先猜对的人 可以得到这张牌得分 如果都没有人猜对 有时候 因为你可以轮 你也可以这样子分开 拍桌跟拍手 那这样子会比较难一点 那可能大家都没有猜到 你就可以自己保留这张牌 所以 非常有创意的游戏 非常简单 可以用在幼稚园的数学课 或一二年级的国小数学课 那倒过来 很难的 就这个双倍聪明 或绝顶聪明 它有好几个这个系列里面 这个可能直接请你们 看它的教学影片 因为这个真的 有一点小复杂 它也是有数字概念 那有加法 有大于等于的这些概念 那还有某一些组合 又可以拿到一些奖励的概念 你用的越有效率 你的分数就越高 所以这个游戏 可以实用数学 让你的效率变高了 再来机器人 它也有一个大哥哥 大哥哥就比较难一些 大概是空间 一些逻辑 推理的概念 我们会丢下一次 然后要让这个机器人 走到红色的6 机器人要走到这里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token 跟它出发的token 那它的走法是怎么走呢 要转好多弯 不只在实际上 在脑子里面也是转很多弯 我离开这边的时候 只能走到一个 颜色相同的地方 或数字相同的地方 然后这样一直走下去 到红色的6 举例 它可以走到5 5到5 它可以走到粉红色 这是一开始的 1 2 3个可能性 这边其他的都不能走 5到5 然后白色到白色 3到3 红色到红色 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推理逻辑的游戏 这个是都算是有合作 两个都是合作游戏 推理跟合作 我们会是在一个地下城 我们要找到走出来的路 我们会有8个门 那如果8个门都开了 我们就可以走出来 那有时间压力 怎么出来呢 我们必须翻两张一模一样的牌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完全不知道哪些牌 所以呢 轮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看两张牌 这样子 然后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线索 那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我还是只能给一个线索 那大家要背一下 可以做笔记 我不介意 那万一某某玩家觉得他知道两个相同的牌在哪里的话 或者这样子 那就是打开一个门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说 拿一张牌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能给一些线索说 两张都是黑色的 或者两张都是书 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最最棒的一个合作推理游戏 就是这个神探诺斯 这个设计师真厉害 先拿出这个箭头 还有 一二三四五 这些数字牌 表示说哪些牌是哪个位置 然后我们随机抽牌 这个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牌 那这些数字牌又收起来 然后我会抽一张 抽一张 这个是正确答案 我不能告诉你们 也不能说话 我必须透过这些骰子 给你们一些线索 那我会丢骰 然后如果我觉得 哪一个骰子跟答案有一些比 联想就可以选它 但是就是很难 可能是材料一样 可能是形状一样 可能是任何其他的联想 每一个人的联想不一样 还可以讨论 你为什么刚刚是这样子选的 那我现在选的可能是这个 好 那可能有人认为 它选的是因为 跟那个鱼骨的形状很像 或有人认为 它跟这个鱼转很像 或有人认为 它跟这个驾驶三轮车的很像 还是这个可能有一点不像 或这个有一点像 形状有点像 那我们现在要投票说 肯定不是哪一个 不是哪一个 那刚刚这些都很像 有一个比较不像的 但是 它可能最适合 因为它脚坏了 它需要这个拐杖 哇 真的难想象 那我不告诉你们 正确答案是什么 这个你们看它的教学影片 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那接下来会再丢一次 然后越来越精彩 哇 现在已经够精彩了 都不出到了 到底我想的是什么 中豆是也是很有名的 经典游戏 应该有25年 一打开就是钱 就是亮晶晶金币 对这个是可以赚钱的游戏 那么豆子种类 之前一些版本有22跟24号 目前的版本是到20号豆子 那20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说 有20张这个豆子在游戏里面 所以它的市价会比较便宜 那比较稀少的牌 比如说红豆只有8张 所以呢 卖的时候它就比较贵 比较赚钱 你会自己种田 这么有可爱的田地 一二两个田地 如果要再扩大你的田地的话 那你必须另外买 那就会有三个田地 不过我建议不要买第三个田地 省一点钱 在两个田地好好的经营你的 中豆行业 就可以活下去 越稀少的豆子你的收入就越高 然后还可以跟别人交换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最精彩的部分 这个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国小上适合 巴扎李士迹 不只有钱有珠宝 哇这个我最喜欢倒出来的 哇好多珠宝 那这个游戏也是有一些选择要做 你可以增加你的能力 你可以直接得分 你可以拿珠宝 但是总是会有别人可能要跟你抢人力 或抢分子或抢珠宝这样子 那你就必须跟他谈判 我让你做的话 你会给我什么呢 他可能给你一些粗宝 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 不接受的话你必须给他更多粗宝 或比他给你的粗宝更珍贵的粗宝 那些粗宝也有不同价值的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谈判 然后评估你的分数怎么样子 才会是最高的 怎么样子才会赢 这个游戏小小的 但是可以玩的很精彩 也可以玩很久 那当然也是适合六五六年级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国小生 那甚至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都还适合玩这个 也目前玩过的对象都喜欢 欲罢不能它是关于几率 他还有一个大哥哥 也是欲罢不能 那这个是欲罢不能 几数版可以很多人同时玩 这个很多老师都喜欢 因为可以整个班 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同时进行 这个很有趣 那对这个有兴趣 请你们看他的教学影片 非常感谢你们愿意 看这么久的教学影片 下次再见哦 拜拜